我是一個愛穿歌的女孩 我希望可以透過歌曲 去展示澳門和內地的文化 成為彼此之間情感連結的紐帶 現在我要來參加一個比賽 馬上就帶我啦 你是第一個比賽 我第一個 加油 謝謝 我是黃平婷 今年23歲 我來自澳門 我現在是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公共政策專業的顏二學生 來自北京大學的黃平婷 上台演唱 她的參賽者是毛根醫生 我參加了兩次金奧林舉辦的那個月以歌比賽 第一次拿了亞軍 第二次拿了基居 謝謝黃夫婿 我是晚上的第一場 然後還是有點小緊張 我覺得其他人太厲害了 就不確定可能進不了 這是我最後一次參加的 北京畢業了 還是祈禱吧 我是從小喜歡唱歌 2015年來到北京大學讀大一 也有很豐富的社團經歷 參加了Sing Song國際青唱團 就是一個唱阿卡貝拉的社團 就是無伴奏 通過人生的方式合作完成一首歌 在裡面待了五年多 我也參加了我們學校的十家歌手比賽 我從風雨裡走來 烏雲慢慢散開 天空泛起微光 我幻山心已傷 輕輕在去上 那我去年參加了 綻放這首歌的錄製 這首歌就是用迷人畫的手法 表達澳門跟祖國的這種情感 澳門就好像跟母親在訴說一樣 就講以前的一些經歷 跟現在的繁華這樣的一個主題 因為是慶祝澳門回歸二十周年 其實是一個音樂機構的項目 找到了我們 就來自清華北大的 長澳台學生 之後就組成了我們這樣的一個組合 我們是有四個小夥伴一起的 一個是來自台灣 一個是來自香港 兩個是來自澳門 我和凱婷 當時是凱婷 她也知道我喜歡唱歌 有人就問我說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有沒有興趣一起參加 然後我就覺得很有意思 希望可以參與到其中 我想通過這首歌去表達 就我們當代青年 對祖國的情感和感激 所以我就跟凱婷一起參加了 這個綻放的錄製 我希望透過這首歌 讓更多的青年 對我們祖國有更深入的了解 思考一下自己可以為自己的家鄉 還有祖國帶來什麼貢獻 當時心情又緊張又期待 因為我是第一次錄影 就很怕拖延大家的時間 怕自己錄不好 所以自己在背後也練習了很多 我會在星太陽學生活動中心這邊練習 其實也不是一個特別的教室 有一塊空地角 我就直接在那邊練歌了 大概練了一週時間左右 各大平台都有發布 反響還挺好的 我們還上過微博的熱搜 因為我現在已經年二了 主要就是準備畢業論文 準備秋招的事情 我其實是想從事互聯網方面的工作 因為我在內地生活了快六年 體驗到互聯網的發展 很發達 感覺很有趣 有很多的可能性 所以說我也希望可以參與到產品策劃 或者運營這方面的工作 北京還是會有更大的機會 所以可能就會留在北京 我投了一些簡歷 經過了網上的面試 現在還在等消息 我來內地學習和生活的感受就是 原來內地還有這個世界這麼大 有這麼多事情是我以前沒有接觸過的 包括在學習方面 你看到 我身邊還有很多很厲害的同學 所以你自己一定要謙虛 就是要學會怎麼跟別人溝通 因為澳門是海邊城市 非常的潮濕 來到北京之後就很乾 一開始會流鼻血 但是後來好像習慣了身體上 還有就是冬天很冷 我第一次看到下雪也是在北京 北京基本上所有景點我都去過 我最喜歡就是它的歷史氣息 飲食我非常的習慣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很愛吃辣的人 北京其實它有很多菜系 也會有一些飲茶跟粵菜 生活上什麼都很方便 旅遊的成本可能相對比較低 這五年多以來 我去過不同的城市 有很多地方都很漂亮 感到很震撼 所以我覺得來內地 無論是上學還是工作 生活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时隔一年我们又重聚 因为我们又有一首新歌 去关于南水北调的主题 希望可以把我的歌声展示给大家 让澳门和内地的人多一些了解和认识